大家好,我是阿輝 韭菜餃子很多人都喜歡吃 今天就給大家分享韭菜餃子餡的正確調法 做出的餃子鮮香好吃 下面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吧 首先準備適量的韭菜 摘洗乾淨晾乾水分後切碎 切好收入大碗中 往裡面加入一勺食用油 攪拌均勻 這樣可以鎖入韭菜的水分 調好的韭菜餃也不會出水 而且韭菜在切之前也一定要把水分晾乾 攪勻以後放一旁靜置一會兒 準備一塊五花肉 先切成片 再切成小塊 最後薑刀剁碎 不用剁得太碎 稍微有點顆粒感就可以了 收入韭菜中 攪拌均勻 現在開始調味兒 加入適量的食用鹽 生抽 蠔油 攪拌均勻 這裡不需要加料酒 生薑 蔥花 那樣會遮住韭菜的鮮味 像十三香 花椒粉 五香粉也是不需要的 韭菜本身也有去腥味的作用 放入過多的調料 就沒有了韭菜的鮮味了 吃起來味道也會怪怪的 攪拌均勻 攪勻以後放在一個小一點的碗中 蓋上保鮮膜 放冰箱冷藏兩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使用了 用這個方法調出來的韭菜餃子餡 鮮香好吃 保留了韭菜的鮮味 大家以後就不要再做錯了 喜歡的朋友就收藏起來試試吧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